看了又看 风舟市场今天终于对外开放 香港苹果记者跟港日吹水区版主莫拉桑 一早进场体验 还没进去市场就要先排一条长长的队伍 其实在进来食事之前 已经先要在外面排队 然后进来就厉害了 再排过 你要吃饭之前其实是要排两次的 那都不是开玩笑 都挺辛苦 风舟市场有38间餐厅分设于三栋建筑 其中B8市场栋有22间餐厅 但不知道是否因为首日经验客人太多 很多餐厅不到12点就停止排队 而且香港人爱的寿司大也是 现在是日本时间的12点多 这里只是开了两个多钟 但寿司大已经摆了这个牌出来 就本日中了 因为太运练了 太多人就运练了 所以大家吃寿司大比以前困难了 因为以前寿司大门口 他这个座的位置完了 他就会有一条队直接兜出去外面 如果大家去过 因为现在不行了 他就停止了 8点3左右 排寿司大 排了三个多钟 都值得排的 第一次来 感受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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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准备来都不会 欧阳你觉得在这里走会宽敞一些 还是在以前觸地那里走 然后搬搬 我说这里走得舒服一点 因为之前那里有很多车仔 走啊 所以要小心 这里没什么车仔 所以走都不用小心 虽然这样说 但场所人潮汹涌 走到非常庸盛 虽然场面有冷气 但记者觉得 因为人多不通风 百恶于促 有些店 连队伍尾巴也找不到 你们在排哪一间 不知道 他们都说出一个问题 因为这个场真的很小 然后排队的人龙 他们会有时交叉 混乱 都没有捉地 没什么感觉 这里只是一个商场里有很多店 你来过会不会再推荐其他人来 不会 足地还有场外市场 我宁愿去那里 我也不想来 因为那边应该是比较有感觉 这里完全是普通的商场 其实这里是超级大的 来到丰州之后 是大了一倍 所以如果你要走那么多洞 其实都要花点时间 这条路就是给大家去参观 这个雨市场的状况 现在来到丰州之后 它的规模就好了 有特意弄一些水牌 去展示一下丰州 竹地的历史 但不好的就是 其实你看到好像博物馆 或者是水族罐 是没有雨市场那种感觉的 你看到这里 下面就是那个雨市场 但是你看看 现在保安是非常严密的 一定会有一个工作人员 站在这里 阻止所有不是市场参与的人 不是真的工作的人 就不能下去了 丰州和竹地最大的分别 就是所有东西都变得很有距离 不单止雨市场不让人进入 就算是吞拿与拍卖建壳 都要隔着两层玻璃 在两层楼高那样看下去 什么都看不到 餐厅层像美食广场 就动得四楼睡干货区 感觉更像商场 而且不能再像竹地一样 直接见到鱼饭 看他们的工作情景 我都是喜欢竹地场外多些 因为多些旧feel 这些都是竹地的魅力之一 我都是喜欢导导教育feel的竹地